中央气象局持续的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呢 这一报基本上来说呢 还是维持在早上8点半的 这个第五报的 这个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呢 新的一报会是在等一下 11点半的时候 那么以目前来说呢 哪一几个重点 要特别跟大家整理一下 包含是呢 它以现在的动线来说呢 移动的真的是非常缓慢 可以看到在今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 到预计明天上午8点钟的位置呢 其实变化并不大哦 而且它现在呢 移动的方向已经是 西转西北西了 以现在来说呢 它距离台湾的位置呢 是台北的东南东方 现在4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时速真的非常慢 每个小时呢 大概移动4公里 5公里左右 都是在个位数以上 那么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 都还有到11 然后后来到8 就没想到呢 今天都是保持在个位数 速度非常慢 有多慢呢 人走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速度在前进了 而且呢 它现在的中心风速呢 其实有稍微大一点点 比起昨天来说 它是每秒钟40公尺 不过呢 它的暴风半径呢 现在接下来还有 再增胖的空间 也就是现在 它的暴风半径呢 大概是200公里 不过接下来有机会呢 发展到220公里 但是呢 这个部分要持续来观察 但是它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 我们东边这边的海域来说呢 接下来当然持续的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那路上台风警报 会不会呢 也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 在转西北西 在走了 所以说呢 它接下来呢 等于说它的暴风圈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插边球 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还是有的 不过时间点呢 要观察到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 如果有发布 预计会是在今天晚上 到深夜的这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 这段时间没有发布的话 预计就不会来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了 当然现在呢 除了今年第六号台风 还有另一个 要来关心到的是 今年总共 现在有两个台风 我们看到下一张的 台风的资讯图了 可以看到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大概路径前世方面呢 接下来呢会是一个插边球的形式 预计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 现在已经在慢慢靠近了嘛 最靠近的时间点 周五周六这两天 预计在周六的下半天呢 它就会慢慢的远离 但是它暴风圈外围呢 还是会这边插边而过 所以说呢 对于北台湾是有明显的影响 中南部也会带来一些雨势 那么另一个台风呢 预计接下来它就会转为 是热带性低吸压了 所以对台湾呢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天气威胁 不过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风 远离我们进入到大陆地区之后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接下来呢 转西南风的风场呢 会带一些水气上来 中南部就会开始下雨了 再看到是波浪预测分析图了 可以看到呢 这个在颜色越深的地方 越红的地方 靠近台风中心的地方 它是浪高越高的地方 那么在旁边颜色比较浅呢 就是浪高比较平缓的地方 尤其是绿色蓝色这边 比较没什么浪 可以看到呢 随着这个台风呢 越来越靠近 其实带来的浪高是蛮高的 尤其是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浪的现象 所以呢 在海上座位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箭头的部分呢 其实是风场的意思 所以在风场上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在东半部这边呢 它是一个被风测的状态 所以被风测呢 就会感受到比较高温 所以一个台湾里面呢 我们发现说天气变化真的很大 北面呢 这边呢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所以可以感觉到风雨渐进 中南部呢 间歇系的雨势 陆陆续续的会出现 但是呢 在东半部地区有些地方好热哦 有些地方呢 却是在下着雨 天气变化很大 那这张图特别要提醒大家 是因为随着台风越来越接近 浪高越来越高 那么现在又是适逢大潮的期间 尤其是呢 在一天你可能遇到一次两次的满潮的时间呢 在北部沿海一带 低洼地区要特别留意了 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况 所以请各位呢 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台工作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卫星云图的部分 今天特别呢 在早上的时候观察到一个现象 这个台风中心也本来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但是呢 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它慢慢慢慢在今天清晨 大概六点五点左右的时候呢 出现了另一个眼睛 另一个眼睛之后呢 它形成像是一堵墙一样 但却是往外来扩散 一般来说出现双眼墙呢 外墙包覆进来 这个台风就有机会发展的更强 但以目前来说呢 因为这个外墙的结构不是很扎实 所以往外扩散掉就没了 所以它在双眼墙的置换失败之后呢 台风的强度维持在中度台风 不过有机会再略略强一些 在还是中度台风的范围当中 所以呢也不用太过担心说 会不会成为强台啊 是不会的 但是呢 它还是不容小觑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是色调强化的卫星云图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整个的外围环流呢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你这样看起来会很像是 它的尾巴托很长 所以这个雨带呢 一波一波的来 就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状况 只要是被雨带扫到的地方呢 基本上就会下雨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看说 雨带现在到哪边了 除了呢 因为台风靠近 那当然外围环流 因为势力范围很大 所以呢 全台各地多多少少 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不是只是北部在下而已了 所以有哪些地方 雨会下雨比较大呢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 提醒您 现在呢 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增扎了 包含的是双北 桃园 新竹县 苗栗县 宜兰县 这些地方呢 我们看到橘色区块呢 目前都是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 那当然其他呢 包含的是新竹 以及基隆 还有台中呢 都是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 也就是说呢 整个中部以北 好到东北角这一带呢 都要特别注意 今天降雨的状况 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呢 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了 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雨区集中 跟刚刚看到的 豪雨特报分布的区域 是差不多重叠的 也就是说呢 整个大台北地区 然后甚至到新竹 苗栗这一带 都要特别留意整个的降雨的状况 尤其还有东北角这一带 宜兰呢 也有一个区块呢 看起来雨会是比较容易下的 那么中南部地方呢 要注意的是山区呢 接下来慢慢游戏到明天 台风越来越靠近呢 有机会出现 豪雨等级的雨势 要再持续来观察下去 但是呢 整个分布范围 其实很广哦 多少少都会下雨 不要说呢 觉得说好像自己 这边现在呢 离台风很远啦 所以呢不会下雨 但以中南部来说 其实陆陆续续 还是都会下的 间歇系的雨势 那么另外呢 到了晚上之后 可以看到在近山区的地方 雨区又会分布的 更加明显了一些 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带各位来看到是 由于现在呢 在高压势力范围来说呢 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没有说退的特别快 所以说呢 这个路线来说 虽然往北转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 大幅度的 真的是直接往北走 那么现在整个 大低压带的范围 因为很强势 所以说呢 在台风 这个上面的高压呢 其实是差不多时间 退去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因为它走的实在是很慢 所以呢 才会感受上说 它的北转时间点提前了 才会呢 形成说 在现在来说 跟我们是一个 插边的情况 不过呢 刚刚因为看到说 被风测的地方 东部很热 我们来看到高温资讯的部分 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高温资讯要告诉大家 是包含了 今天东半部 在花莲 台东 金门的地方呢 都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在局部地区 会有一些 类似焚风的情况发生 这是有可能造成农作物的 损害的 所以提醒您 提前来保护你的农作物了 那么在走势的部分呢 告诉大家 在今天呢 有机会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时间点呢 或许在晚上 跟晚上如果这个时间点 过了之后 没有发布 那预计这次的台风 就不会来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了 不过现在 海上台风警报 还是持续的发布者 再加上 适逢大潮在海边 作业 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做好房贷工作之外呢 因为外围环流越来越接近 驾雨状况也会越来越明显 而且整个间歇性的雨势呢 中间的空挡期 就会越来越短了 尤其到明后两天 周五周六 台风最接近的时间点 预计到什么时候呢 到周六 影响范围呢 中部以北 到整个的东北角 都要特别注意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 要注意的是一些土石 可能会有摊坊的现象 土石会容易造成比较松软 要特别留意了 另外呢 在南部山区 也有可能出现 豪雨等级的雨势 所以不容小处了 到了周日呢 其实周六下半天 台风慢慢远离之后 周日开始要注意的 反而是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因为西南风带进来的水汽呢 会在南部造成长时间的降雨 它累积的雨量呢 也是要特别留意了 关键字的部分 来告诉您 再次整理了 海上警报持续的发布 那么陆景呢 最快我们来观察 晚上会不会来发布 如果晚上没有发布呢 预计这次的擦边状况 对台湾不会造成 直接太严重的冲击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做好防台工作 因为这次呢 它的大的外围环流呢 是范围很大的 所以雨势方面 会是特别明显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台风资讯 提供给您